大家好朋友们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现在是2020年的10月24号周日的晚上22点55分西班牙时间啊 大家早中晚安 这个刚才聊了一段这个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 最终啊他自杀了他和当时的主任汪东兴 以汪东兴为首的一大批人啊批他整他最后逼他走上绝路 我们也看看共产党的啊这些应该算高干了啊 都是正部级副部级的干部 他们如何的互相的围攻啊勾心斗角权力斗争 如何的倾压啊我们看看啊 刚才说了啊汪东兴对王良恩啊 一个郑主任一个副主任 他对这副主任的检讨他不满意啊 以下就是汪东兴的发言 他说第一个问题庐山只有五个旁听 就是庐山会议上啊 其他人都是正式的参会人员 旁听人员只有五个 王良恩同志编到东北族做了发言 25号下午你的发言基调是拥护林彪的 其实这件事都过去好几年了 大概是1970年左右的事啊 我我记得不是太清楚 林彪的死是71年9月啊 可能是70年或者71年初的事 这都73年1月了 都过去一年多了 甚至两年了还揪住不放 你看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 特别残酷 是吧 在江西的时候杀AB团 一杀就杀了据说两三万人啊 是吧 直接活埋 拿拿石头砸死 大刀砍 对吧 推水里去 特别狠 他说啊 那个25号下午你的发言基调 是拥护林彪的 当时毛林一体啊 毛泽东写入党章的写入宪法吧 写入宪法我不确定啊 写入党章是能确定的 大家都知道啊 那林彪是接班人啊 毛就是林 林就是毛啊 对不对啊 这个支持林彪有什么错误吗 对于共产党内部的高干 想稳固自己的地位 想可能再升点官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对不对 然后说啊 周总理没有听到你发言 所以说你没有发言 我说你是发了言的 就是周恩来不知道情况 梁恩同志在庐山这个发言是错误的 但总是躲躲闪闪的 你的发言某某是看了的 没说是谁啊 可当时梁恩同志的思想 一直没有带起来 不知道什么叫带起来 我不懂啊 关于简报 先说看过几页啊 先说看过了 后来听说是反革命的 就说没有看过 你看中共还是一言堂啊 是吧 毛泽东大权独揽 他说是反革命的 吓得别人就不敢说 看过那个简报了 是吧 发简报前没有向我说 连个电话也没有打 关键是王良恩同志 而你却一不承认看过简报 第二说 第二说是十二点后 就是半夜了 已经睡觉了 现在你承认了看过 那么你为什么不请示 为什么不打青样 为什么送的这么快 五点还打电话催过有关的同志 早晨五点啊 叫快印发 为什么唯独这份简报 送这么快 是吧 据说有人给你打过电话 这个问题 良恩同志要交代 据说有人啊 他们就怀疑是林彪那边的人 第二个问题 陈伯达带人上山 你批准 要下山 你不报组织 就批准他们下山了 第三个问题 你的孩子当兵 我们许多同志的孩子 也当兵 就是权贵的这个圈子嘛 都当兵 都检讨过 就是为什么要检讨呢 当时军队主要是林彪控制的 林彪的势力比较大 所以很多人要当兵 都得通过夜群 或者什么吴法县啊 邱惠座 李作鹏啊 所以林彪一垮 林彪的军队里的势力 都被殃及 都被株连 所以很多人当初啊 利用林彪的那些关系 然后往军队塞了一些后门兵啊 就叫后门兵啊 后来都得检讨 都怕吃瓜闹啊 可你连句话都没有 你是嫡系 夜群直接给你打电话 嫡系就是把他 画到林彪那条线上了 就是要弄死他 把他打成林彪的这个 乱臣贼子啊 就是余孽啊 第四个问题 没有批给你看的文件 对 他们有些文件是不能 什么级别 就是什么级别 对不对 比如说党内 传达到省军级 省部级 你是富的 你就不能看 你为什么看 啊 你对山东表态的材料 怎么那么敏感 他可能是从山东过来的 没有让你谈话 你为什么找某某某同志谈 为什么压了那么长时间 根据现在的材料 某某某带回来的材料 就是交给你的 安徽的信 就是你转到林彪家的 信封上都写着 汪东兴转毛主席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某某某交给你后 你交给谁了 简报先说没有看 没有看为什么发了 今天我们当着面讲清楚 就是要跟他一翻两瞪眼 当着面讲清楚 你别再闪躲了 就这意思 知情的同志可以想想 但还是治病救人 共产党说这个 你不能信他的 当天李鹏还说 不秋后算账呢 对吧 到时候该算账的时候 比谁算的都狠 对不对 汪东兴的发言 最后还谈到一些王 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上的问题 例如专案组有些材料 没有给汪看 有些材料不应该王良恩看的 王却看了等等 接着与汪东兴提到的几个问题 有关的参与知情的人员 对王良恩进行了揭发 那就是落井下石了嘛 对吧 说王良恩曾吹嘘 调我到中央来 我的档案是林彪看过的 他那意思是林彪提拔的他 还说王良恩在批林整风 汇报汇时 就批林彪的时候 对江青表露不满等等 那对江青表露不满 就代表对毛不满呀 人家是两口子 庐山会议后 陈伯达曾给王良恩打过电话 这个就很麻烦了 陈伯达那会儿已经完蛋了 他给他打个电话 就把他给拖下水了 1973年的1月4号的会议 是由张耀慈主持的 张耀慈也是汪农兴的副手之一啊 他在开场白珠 开场白中要求王良恩 对几个问题要做认真的交代 一是六号简报 印发的过程 二是从北戴河林彪住处 清理出的几封信 若按正常程序 这些信是要经汪东兴往上转的 但汪并没有转 不知怎么弄到林贼那里去了 说林彪是林贼啊 他们就怀疑是王良恩 偷偷的把这些信啊 就给了林彪了啊 这一天有关人员接出来的问题 主要有将自己摆在不适当的位置 就是要你是副手啊 你要听正的啊 有事不请示汪东兴 实质上是想将办公厅的权 抓到自己手里 他们现在看来的意思 认为这王良恩 就是林彪集团 在中央办公厅埋的一个 一个雷 一个暗线 就是想夺权 或者是有什么事 给林彪通风报信 这么一个人 一个奸细吧 或者说 是吧 因为现在毛泽东 虽然把林彪清理了 但是跟林彪有关系的人 如果还在他身边 在中办 在中南海 他肯定不放心 这个批王良恩 绝对是毛泽东受益的 没有批由王办的事儿 王为什么经手 若安应视为抓权 说抓权 就是夺权 实际就是夺权啊 庐山批陈之后 安排陈伯达的人走 不请是汪东兴 明明是自己批准走的 有记录在案 后又查问是谁批的 就是他装傻 陈伯达已经被斗垮了 已经失去权力了 就马上就要对陈伯达 就要隔离审查了 隔离审查就是一种非法拘禁 非法监禁 就是黑监狱 就是跟现在的双规一样 那么这个王良恩 还把陈伯达的秘书给放走了 让他离开庐山了 那么这个他们认为也是错的啊 还有安徽小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表态的信 信上有王良恩的笔记 这都是一些特务手段 这都是特务手段 这个证明他们不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 还是玩这种权力斗争啊 撒香的俩臭的呀 特务手段呀 尔虞我诈呀 勾心斗角啊 全是这种 周总理批示 送毛主席及其他常委同志的材料 为什么不送毛主席 这罪过大了啊 封锁毛主席 这毛泽东最怕的是大权旁罗 自己那个耳朵也聋 眼睛也瞎 你有什么事瞒他绝对不行 你要不瞒他啊 你玩几个大姑娘 你贪污点钱 是吧 你看看金瓶梅 这不是事啊 毛泽东就曾经把金瓶梅 批给省委书记 就让你们去搞破鞋 啊 你们抢男霸女 没事 但是你们别瞒着我 王良恩 看 不应该他看的文件 有一次看了二十几份文件 有一次看了二十几份文件 送回来时 轻描淡写的说 我翻了翻 这个有点犯忌了啊 这个在共产党来说是大忌了 是吧 1972年的12月6日 这都有日子啊 偷看文件 那天八点半 王良恩到办公室 本部属于王办的文件 就跟他没关系的 不需要他批啊 不需要他看的 王转到大桌子跟墙 大桌子可能就是汪东兴的板凳 看到山东问题的文件 有参加会议的名单 有问题的内容 王看到文件后 为什么会这样敏感 连续三天来查问题 什么意思 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录音 是如何转到林贼 林彪啊 那里去的 再次提到 1970年 啊 这是70年的事 8月 是吧 庐山会议 那么 和彭德怀59年那次吧 被打倒 好像啊 庐山会议那是第一次啊 我说的不一定准确那日期啊 这是第二次庐山会议 又把陈伯达打倒了 然后林彪的跨台 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这共产党一开大会 就是要斗人 就斗 斗争 啊 与天斗 与地斗 不如与人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 斗 斗的山河破碎 斗的百叶凋零 斗的 这个雪流成河 斗的天昏地暗 斗的飞沙走池 斗的雾霾 斗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没关系 我是老大 谁不听我的 我先弄死你们 是吧 就这逻辑 他们不是一个现代政党 其实落后极了 再次提到 1970年8月25日 凌晨打电话 催印6号简报的问题 王良恩 给一位干部 打电话 指示 快印快发 让他快印快发 那位干部 当时向王 讲了印厂的情况 印刷厂的情况 王说你抓一下 将工厂改进一下 关于快印快发的催促 是什么人交代的 是你的意思吗 还是有人指使你 你们这条黑线上 还有谁 老实交代 深挖 在1973年1月5日的会议上 一些与王良恩 有较多工作接触的人 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其实汪东兴啊 才是中央办公厅真正的头 真正的王 他在那树大根深 这王良恩是个外来户 他是外来的 他时间短 根基浅 多是些工作细节 这次会议也重复了 前两天已提出的一些问题 但揭发批判的口吻 强化和升级升级了 你不是不服吗 对吧 就开始弄你了 态度上就没那么虚伪了 没那么和风细雨了 而且有不少上纲上线 扣大帽子的言论了 例如 王良恩是给林贼搞情报的 你看刚才我说了吧 就说他是林彪派来的 内奸 说死报的林贼 已经沉没的 破船上的一块木板不放等 其实这王良恩啊 可能还缺乏高层的 在中央中枢的权力斗争的经验 主要是这个残酷性 他要一开始赶紧服软 可能还能留他一条命 因为只要一斗争你 虽然说是一开始批评挽救 实际上你的结局都已经注定了 他还是抱有幻想 他还是天真了 他还是幼稚了 他还是嫩了 是吧 又过了两天 以王良恩问题为中心议题的 中央办公厅 批林整风会议 实际上就针对他来的 把他打成林彪在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人了 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进行 现在的话叫白手套 是吧 Agent代理人 如果说此前的会议 还是以揭发问题为主的话 从这天开始 基本上就转成批判会了 对前几天接出来的事情 刨根问底 追究其险恶用心 这天说到的新问题已不多 有那么几条 在整理东北组简报时 发现毛远新 毛泽民的儿子吧 毛泽东的亲侄啊 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喧嚣 称为未遂政变 看见了吗 毛远新说这是未遂政变啊 这是第一次这样提 汪东兴说要印发 王良恩得之后说 为什么不拿给他看 还对此评论说 年轻人嘛 他要这样讲就让他讲嘛 好像不屑一顾 你看王良恩可能还真是林彪的人 是吧 这个毛泽东的侄子都说话了 实际上毛泽东的侄子代表的是谁啊 不就是毛本人吗 对吧 然后他有点还要跟这个汪东兴分庭抗礼 要跟汪东兴杠上了 是吧 其实林彪是有自己的派系的 他们也看不惯毛的很多做法 对吧 庐山会议后回到北京 陈伯达曾给王良恩打过电话 问我是常委 他还是常委 为什么没有文件了 就很多文件不给他看了 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快垮台了 快完蛋了啊 陈当时还谈了什么 给你打电话 问为什么不给我送文件了 原来他们都有这待遇啊 是吧 这也是代表他地位吗 说你们俩还聊什么别的没有 有什么阴谋没有 对不对 然后说六号简报的流程登记本 一度找不到 说丢了 这里边有阴谋 王良恩说自己是林彪指名 调到中央办公厅来的 档案林彪看过 这些情况王是怎么知道的 谁知道啊 这帮人够乱的哈 真够黑的 黑吃黑啊 先聊一小段啊 谢谢大家